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正常的范围当中 比如说一些体育运动员舞蹈家 他们刚刚学的时候也就身体上有很多的不适应很疼都有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锻炼自己的心的时候 然后又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扎连 然后就有些时候就不但是有扎念了 就是就把烦恼比如说谈成吃这样子的这些 不应该有的这些烦恼都会出现的 这些情况都有的 这个我们所有的人大左的人都必须要有这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个思想准备是首先要了解我大左的时候一定会我会免领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我一定要突破 我一定要突破我一定要过这个罐 否则的话就很多人就就以为大左是很容易的 一下子就可以经得下来的 然后最后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然后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很多人觉得我可能是福保不够了 业障深中或者是我对这个禅丁可能是没有这个姻缘了 所以我就还是干脆不要朽了 我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子就推补了 很多人是过不了这个罐 那这个过不了这个罐的原因是他之前就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他以为这个很顺利的 一下一开始的进入这个禅丁的时候就心能够达到很平静 他就没有思想准备就过不了这个罐 那这个是考验很多很多很多修行人的一个罐 所以你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那这个虽然是正常现象 但是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的方法呢 我们还是要这个学禅修 那这个是一句话两句话 说不完的禅修 回灯之光的这个书和 尤其是这个视频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你可以参考一下 有这个扎念是很正常的 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要解决 解决需要有方法 没有方法是解决不了的 这个解决的方法 南川佛教 藏川佛教 汉川佛教 都有太多太多的方法 那回灯之光里面呢 就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 你可以试一试 你可以试一试 祕� stress て写